全唐诗卷18031 望天门山 李白 天门中段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北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全唐诗卷18031 望天门山 李白 天门中段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北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至北回 另一版本作至此回 意为东流的江水 在这转向北流 天门山从中间断裂 是楚江把它冲开 碧水向东 浩然奔流到这里折回 两岸高耸的青山 隔着长江相斥而立 江面上一叶孤舟 向从日边驶来 望天门山 当时唐玄宗开元十三年 公元七百二十五年 春夏之交 二十五岁的李白 初出巴蜀 乘船赴江东 经当图 金安徽途中 初次经过天门山所作 李白 自太白 好青莲居士 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特色 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有诗仙之美誉 与杜甫并称李度 其诗以抒情为主 保现出蔑视权贵的傲暗精神 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 又善于描绘自然景色 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诗风雄奇豪放 想象丰富 语言流转自然 音律和学多变 善于从民间文艺 和神话传说中 汲取营养和素材 构成其特有的 皈纬绚烂的色彩 达到圣唐诗歌艺术的巅峰 存世诗文千余篇 有李太白 三十卷 两岸青山相退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